距离本赛季的截止日只剩下6周时间了 因此接下来会传出大量留言 对于休斯顿火箭来说 队中老将埃里克·戈登也会引起多支球队的兴趣 美眉列火箭超6理想新下家 落成双雄领衔 东部两强上榜 戈登理想下家 本赛季埃里克戈登场均拿到14.6分 他在攻防两端都能提供稳定支持 只要圆脸灯可以保持健康 他就会是球队的绝佳拼图 于是美眉CLUTCHPOINTS也是列出了埃里克·戈登的理想新下家 上榜的球队包括落成双雄胡人和快船 打拉斯独行侠 菲尼克斯太阳 布鲁克林篮网 再加上克利夫篮骑士 戈登和胡人 由于三巨头勒布朗詹姆斯 安东尼戴维斯再加上拉塞尔维斯布鲁克 就已经占据了大量薪资空间 胡人不太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签约明显增强实力 紫金军团可以把目光放在圆脸灯 戈登这种已经不在线球队未来计划中的老将身上 胡人可以把小将塔伦霍顿塔克 当成主要筹码再加上天头送到航天城 显然埃里克·戈登能够作为第二阵容核心 延续胡人的外线火力 戈登生涯初期在快船 效力快船双子星科怀伦纳德和保罗乔治都遭遇伤病 两人可能都会缺席很长时间的比赛 整体实力尤其是进攻端输出 很可能会大打折扣 埃里克·戈登生涯初期就在快船效力 落叶归根会是不错的提议 快船可以将布莱德索和次轮选秀拳 当成主要筹码来报价 戈登和哈登尽管高居东部榜首 但凯利·欧文始终无法出场 也是让篮网头疼不已 这意味着全队上下都指着凯文·杜兰特和詹姆斯·哈登大包大篮了 埃里克·戈登可以成为板凳席的核心 在双子星休息甚至缺阵的时候减少球队损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又可以跟哈登并肩作战了 戈登骑士这赛季的反弹势头相当迅猛 球队前场实力惊人 能打出高强度防守 很有可能在詹姆斯离开后第一次打进季后赛 不过随着赛克斯顿的报销 骑士后场位置就显得很单薄了 单靠达柳斯·加兰和里基·卢比奥 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埃里克·戈登可以成为他们身后的可靠选择 并且为这支青年军提供宝贵经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